我們看第三題 他說關於多項式不等式 下列哪一個選項是他的一個解 那我們把他說的解解出來 我就把他移過來 移過來你看 這個他有供應式是這個 所以 移過來的話 這一項減這一項的話 把這個供應式抽出來 那就變成這一項減這一項 就S平方減這一項 減二一個是加三 乘以這個供應式抽出來 S加五 那個是加一 那個是減四 那個是減七 這小一點 這二字四的話 我們看他的判別式 我們用小判別式 小判別式是 二字B 就負一的平方 減掉了AC AC4-3 AC就是3 減3 這小的0 代表什麼 代表呢 這個的話 不會跟X軸有相交 而且他首相係數大於 代表這一項橫大於 這一項橫大於 這一項橫大於 那我就可以把他約掉 橫大於 那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不同次 X加一 X加一 X減四 X減七 那小的0 他的解在哪裡呢 我們把那個0點找出來 0點就是 負五 負一 然後這四 這七 把這一點代表七等於0 好 那個 就是說 你X如果大於七的話 這四個都是正號 所以是正 負 正 負 正 那如果小一七 小一七 大於 大於四的話 就是說 就是 其中有一個是負的 小一七的話 這是負的 其他都是正的 都是正負 正負 正 因為他是小0 所以是取這個區間 所以他的解 在哪點是X 它是小於負一 大於負 或者 X 小於七 大於四 在這區間裡面 好 那我們來選 他說哪一個選項 是他的解 第一個 負二拍 拍是3.14 那3.14 所以這6.28 那負的6.28 負的6.28 負的6.28 所以不是他的解 好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個 第二個是負拍 負拍的話 負三點多 負三點多 在裡面 所以二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 3 3是拍 拍是3.14 3.14 在裡面 沒有 在外面 四到七 在外面 在外面所以不是解 再來我們看第四個 第四個的話 二拍 二拍是6.28 6.28 多 6.28的話 在裡面 他是小於七 大於四 所以這是對的 所以大家應該選 二跟四 至於 五 三 天 一 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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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